主播冯提莫进鸡娱乐圈,综艺节目遭摸腿19次,穿两米长曲反击。 直播这个行业最近这几年可以说是大红啊,有很多的职业选手也都转型当来主播,也有很多人从别的行业跳槽当来主播,最近最红的一位主播可以说就是斗鱼的一姐冯提莫了。 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叫一口同声在这家卫视播出,节目里面冯提莫是嘉宾,在第一期的时候冯提莫身穿一袭红色的短裙,露出了一双白皙的大腿。 虽然网友都说冯提莫是一米五,但是毕竟人靠衣服衬托嘛,从外形上看身材是特别好,穿上高跟鞋也看不出来一米五啊。 但是就是因为第一次上节目没经验,也穿得太性感,这让另一位男嘉宾有机可乘啊。 这位男嘉宾就坐在冯提莫的旁边,细细的网友发现每当主持人问冯提莫话的时候,也就是冯提莫在拿起话筒说话的时候, 这位男嘉宾就趁虚而入,每次的磨腿的动作都不一样,因为冯提莫要回答主持人的问题,所以注意力根本不在他的身上,这就让他有了机会,更有网友爆料,在那一期的节目里,这位男嘉宾一共抹了19次冯提莫的腿,还有很多的肢体接触。 这节目里面冯提莫也是尴尬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,毕竟刚进入娱乐圈,没上过节目,旁边的其他嘉宾看到也是一脸的惊讶,无脸,冯提莫也尝试用手挡在大腿那里,但是这位男嘉宾还去摸手和胳膊,冯提莫的综艺节目经验太少,面多这种事情也只能笑笑, 但然数之,在后来的节目中冯提莫直接穿起了落地的大肠裙,包裹得严严实实的,再也没有机会了。